大家好,都说天人合一,我甚至不用去读经典,而是诚实地逼问自己,我真的能做到天人合一吗? 而且,这里的天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天道吗? 那么,天道到底有什么内容?天道开口说话了吗?是天空吗? 然而所有的天空都在人的理解范围之内,人的灵魂比天空更加辽阔。 关于合一的思想,约翰福音有着极其具有启示意义的陈述,当基督徒讨论合一,其缜密的意识使他们合而为一。 上帝的绝对权柄和绝对力量让相信上帝的人在上帝里面合一,而不是人靠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让自己与天道合一。 其中的观念差异,真是天差地别。 一个有限之人,如果没有建立起上帝同在的观念秩序,那么这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合一的秩序,永远只能坐在自己的颈中,自以为是胡说八道。 这是对人的力量的绝对夸大,也是对人的意义的绝对缩小。 而任何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夸大都是邪恶,比如人定圣天,任何对人的意义的缩小都是奴役,比如罗斯丁比喻。 上帝让我比天使低一些,但用荣美和尊严给我加冕。 仔细想想,这才是我的位置,我的意义。 人的存在之恋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要花时间想清楚。 人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人要真正认识自己,必须有一个高于人的观念秩序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认识自己的明确的基准条件。 这样的认识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才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 对于人类而言,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从经验,圣经里的上帝启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于人的存在的观念与方法,才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唯一的基准条件。 可叹我们中国人多年以来没有领受到上帝的特别启示,然而我们却又隐隐约约知道人心是一个特别存在。 所以我们只能站在人的角度,说人心是灵敏,人是天地之心,或者虚无地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种认识论的状态,在逻辑上属于把人对上帝的理性不可知。 转换成人对上帝的理性可知,不理解上帝启示的降临秩序,或者说是把人的位置拉高到了上帝的位置,人心冲天塞地,人的理性能力被严重放大了。 正是在这种隐蔽的转换中,中国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中国人对真理的认识取代了真理,中国人对审美的认识取代了美。 人因为骄傲走向无知,人因为对人的认识的无知走向了奴役。 在这一连串的错误中,最初的错误就是中国的思想家们。 把对真理的认识取代了真理,整个诸子百家时代的思想家都处在这种状态, 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基于自己的想象力或多或少解释了天道的意义, 然而他们并没有倾听到真正的天道, 因此他们的解释竟然成为天道的主体。 正是在这种天道的人际解释过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皇帝摇身一变成为天子。 在中国,人人都需要一个皇帝,而这个皇帝就是真理的化身。 事实上,当我们考察民情秩序,我们发现每个中国人其实都是真理的化身, 每个中国人都是隐蔽的皇帝,至于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那个所谓的真理的化身,不过是民情秩序把他拱到高高在上的位置。 有趣的是,人们渐渐发现一个事实, 民情秩序意义上的民众,其心智普遍都高于皇帝。 中国的民情秩序从来不是君子们所描述的上至下渝, 而是上渝下野渝,或者是下渝上更渝。 是的,在比较的意义上,在一个愚蠢而自信的时代, 最愚蠢的并不是民情,真正排名第一的愚蠢之人, 就是那个坐在龙椅上整天喝得烂醉,开口只会说大话, 老是念错别字的皇帝。 看啊,这个时代最醒目的蠢货, 此时此刻又在喷出他的更加愚蠢的口水。 这真是最大的悲剧, 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之所以如此醒目, 仅仅是因为在民情秩序的意义上, 中国的皇帝和每个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 皇帝和僻民一直是最坚定的盟友。 所有人团结起来, 一直在努力建设中国这个大监狱。 一个人生活在中国, 如果不能倾听上帝话语, 如果不会怀疑自己, 基本上属于动物生活。 只有在真正直面我们自己的信仰困境 和人性论的残酷的愚蠢现实, 我们才能开始真正认识自己。 所以, 我每天都在对自己说, 我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有限, 有罪, 无知, 无力, 无耻之人。 事实就是这样, 承认这一点, 我的败坏的人生, 才找到我的开放式纠错的起点。